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我來看一下 而且這個民調其實還蠻特別的 我剛才講就是說 他是直求對決的 通常我們在問的時候就是說 你的統徒立堂是怎麼樣 就是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 會直接問就是說 我們對戰爭的態度是怎麼樣 所以我如果來詮釋一下 基本上第一題跟第二題就是對美國 然後第三題是對中國 第四題是對世界的宣誓 那當然後面裡面要跟中國和平來往 這也是對中國 那我們先講一下就是說 第一題有關於差不多將近六成的人 認為說如果中美戰爭 是不是願意跟美國並肩作戰 這表示跟美國人說 我們的態度是這樣子的 要願意並肩作戰 雖然我們沒有邦交 但是相當程度是一個準軍事充滿的這樣子 那會不會是熱臉貼冷屁股呢 應該也還不至於啦 因為美國一直在軍售 那第二個就是對美國的期待 或者是預測 55%稍微比較低 也就是說兩岸爆發戰爭 美國會不會派兵來協防 那這個又牽涉到說 美國內部他們對整個美中之間的態度是怎樣 只是在短期的選舉的考量呢 或者是他真的就是要全力轉移 已經要出來的 這樣子呢 我們其實還是有點保的 坦白講 15%啦 民主黨跟共和黨 這裡面的變數是怎樣 珠洋變色或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 那第三條 其實是一個 對中國的部分 其實它是一個回應式的reactive 也就是說 如果中國主動攻打台灣 是不是願意保衛台灣而戰 那就是說 我們是被迫的高達77.6% 那78了 OK 也就是說 超過43%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也要跟黃丹 你不要在那邊亂講話 在台灣這裡那麼客氣 一天到晚吃我們的小朋友 年輕人的豆腐 不要這樣 雖然我們現在是沒有過去的真兵 那樣的長的這樣的議題 但是呢 也不要小看我們這些年輕的一代 就這樣講 但是其實也是跟中國來講 那當然 第四條這個部分 是在針對於這個世界的人 就是說 如果因為台灣獨立 而引起台海戰爭 是不是會保衛台灣而戰 跟美國什麼都沒有 OK 但世界上的人 這裡66很高 那就是三分之二的人 願意為台灣這個國家來奮鬥 為台灣的這個獨立 獨立來奮鬥 那我們的決心是絕對是夠的 OK 我們絕對是不會輸給東帝問 輸給科學 等等這些 我們絕對不是小國 OK 那當然這裡面 我看了下面裡面有一條就是說 那我們兩岸的緊張關係 有15%的是認為 差不多就是美國的部分 OK 那我如果看了聯合報來講 就是說 這個是最近裡面突然跑出來的 兩岸之間緊張到底是什麼 那突然呢 台獨的這個因素 不是台獨的挑戰 是美國的因素 所以我們也看到說 這裡面美國 它到底是 還是回頭講 它是系統性的 美東交通這個部分 還是它只是短期的這個 選舉的這個樣子 所以 這樣子 這樣的挑釁因素 所以詮釋 我覺得還可能還在觀察 就是選後以後 是不是還是繼續這個樣子 老闆選完 就沒有什麼戲好演了 OK 那當然還是樂觀的是 八成以上 大家還願意交流來往 我想大家還是生意還是要做 對不對 那最後一條是願景 九成 我想對於我們 我們的臨虛也好 不管是眼親近靈 或者是我們這個 如果我們 台灣話叫怎樣 港幫台灣來嘛 好啦 OK 那其實就是這樣子 這是大家心在喊話 那接著我簡單表達 就是說目前看到這份民調裡面 當然是 到底是矛盾以後 我倒也覺得還好 不過我覺得說 基本上表現出來 就是台灣人 不是矛盾 不悲不亢 就是說平常 平常不講話的時候 我們都是好像很悶的樣子 但是我們表現得出來就是說 如果 即使美國不來 或即使中國會出兵 我們是表達強烈的捍衛台灣的 這樣子的主權 獨立的意志 我想 所以當然在這種情況之下 還是有一些外部的因素 我們還是要 小心觀察 來講 如果是 我們講說 我還會講說 到底現在 最近的 我們一年多 甚至兩年來的 中美交鋒 從經貿 關稅 等等一大堆那些東西 貨幣等等這些東西 一直到這個 這個 現在看到軍事的 建武拔艙 到尤其是南海這個部分 是不是真的是 國際體系的權力轉移 真的是要的 也就是說 鄧小平過去講的 韜光養晦 習近平難道真的要爭霸嗎 我說難道他真的要爭霸嗎 這是一個問號好嗎 也就是說 平起平坐以外 那小弟要真的要取代大哥嗎 是有這個樣子嗎 這個是我們一直在 有一個值得在觀察點 那當然 共和黨當然說是 中 中將一戰 民主黨就認為說 可以來 這樣子的 軟著堪跡 OK 小以大意的 我們不知道 但是短期裡面 短期裡面 我會覺得就是說 各自內部的因素還是比較重要的 也就是說 美國內部因為選舉嘛 然後會有這樣子的 所謂的上上下下這樣子的 你知道像這次 最後這個關頭 第三次辯論的 拜登還把中國罵得那麼兇 他罵真的還罵假的 你也知道選前講的話 聽聽就好了 因為答應的都不太算 那這個黨派之爭呢 OK 那到底是怎樣 那我會覺得其實到最後其實還是會到個人的因素 因為畢竟決策只是領導者 那這個個人的話 我覺得川普大概是歷史上以來 就是生育人他講的沒有錯 在商言商 他也可以今天吵架跟你翻臉 明天就握手言官 只要有錢賺就可以了 我想他對誰都一樣 或者反反覆覆的 那習近平到底他的歷史定位 我覺得他面對的是歷史定位 也就是說 全力鞏固 面對保守派的解放軍呢 他還在思考說 我要當苦丁呢 還是我要當伊爾卿呢 還是要當哥巴契夫 我想這個是他到最後應該還是在他 那在這種 這種所謂的 他的這樣子的 整個大外部環境之下 台灣的內部到底 當然最近從美國放來的說法 就是說 我們要當 刺蝟 豪租 堡壘 我覺得這樣的意象 其實我都覺得不好啦 我感覺啦 啊 豪租又怎麼樣 好 刺蝟又怎麼樣 到最後我頂多就是 我先讓你 就是 你也知道 在黨內一腳就把你踹斷了 啊 堡壘又怎麼樣 OK 那就像我們 這個 德州的那個 到最後死守 到最後剩下 婦女嗎 小孩子嗎 這樣子的意象是不好的啦 我是覺得 某種程度 人家 新加坡都可以說 他是要獨削政策 獨削的這樣子的 做法 就是說 也就是前陣子嘛 總統在講說 好像我們第一集以後 就是完全沒有救了啦 就是沒有 其實我們要如何確保第一集之下 不投降 還有可以反擊的這樣子的能力呢 好 OK 我必須要講說 這樣的到底是什麼樣的想像 我必須要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美國真的要來遲緣的時候 那其實至少要一個禮拜 沒有那麼快 坦白講 夏威夷也好 關島也好是不夠的 至少從加州那邊 兵要過來 是沒動員 沒那麼快的啦 我們至少要死守一個禮拜吧 好 那要怎麼死守一個禮拜 好 OK 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那種的衰競主義 那種的就是說 好像自我設限 然後來讓對方討好的時候呢 我會覺得說 你認為好像是在釋出善利 釋出善利 是可以的 但是完全沒有智慧的能力的時候 覺得說 你很好吃的 我沒有跟你吃 是有點對不起我的良心的 所以那個時候是 自取其辱啦 我是要這樣講啦 釋出善利 絕對不是在自我防衛的 這樣的鬆懈 這個 我們絕對不挑釁 但是呢 我們不會主動低級 但是絕對 一定要防衛 這個部分要提升啦 但是什麼是妥適的 我也不認為說 賣光 小月 後月 暖月 又不能打折扣的這個樣子的 像前一陣子 好像軍售是在白宮那邊宣布的 然後外交部說好高興啊 國防部長跟空軍總司說不知道有這回事 就好奇怪的 這種事情絕不能出現 第二個我要講一下就是說 未來我們要怎麼走啦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那麼多的人就是贊成維持現狀 那種是一個無奈的啦 那未來的出路是怎麼樣 我覺得 一個是剛才我們 建民兄提到就是說 我們也不能拒人以千里之萬啦 我們有各種的 一軌如果不行 1.5軌 2軌 3軌 2.5軌 其實我們都有在持續的在嘗試啦 那他們過來也好 或者我們視訊也好 那當然還有秘密管道呢 應該絕對是有的啦 透過第三方的 在歐洲美國見面 絕對是有的 就是說 他的到底想像是什麼 好OK 中國他最終到底想像是什麼 呃 就是基本上就是 綁聯聯邦啊 國協等等這些東西 大家大概也就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的 一般的 所謂的 這個對外面的論述 包裝過後那個東西是兩岸之類的 那實際上我們在國際關係 國際政治那到底是什麼 我是覺得 可能還是要 但是最重要的是說 你的領導者 雙方的領導者 能不能說服自己的內部的支持者 跟老百姓呢 我想這個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搞不好他提出一個東西的時候 就是被政體幹掉了 我想這是他們要考量的 那至於台灣這個部分呢 我會覺得說台灣如果維持現狀 我說是無可奈何的 但是還是要找出路 不盡得退啦 我們看到香港過去 香港過去就是因為他們很驕傲 他們有所謂的自由 有所謂的仿制 那他們沒有自己的國家 那當然不能算有民主嘛 但是他們很驕傲 但是到現在死到零頭已經沒有回頭路了啦 當時他們不努力 四十年前我大學 四年是跟香港調整住在一起的 我們在幫檔外雜誌寫東西 然後這個 買檔外雜誌被查禁 然後他就會嘲笑 我說你們台灣人怎麼那麼笨幹什麼 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是高等華人 所以他們現在是拖廝人的時候 其實我們對香港人還滿日益盡的啦 所以我跟你講講 過去 現在的香港就是未來的台灣維持現狀 那我也必須要指出來的 中華民國台灣 其實或者是中華民國等等等 也沒有什麼不好啦 但是問題就是在糾纏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家搶一個中國或兩個中國 他有可能接受兩個中國嗎 因為這裡其實就是在搶三國演義它的正當性 南北朝也好等等這樣子的正當性啦 那他當然絕對是不能接受的啊 那所以呢 我們要如何跟他講說 我們兄弟之間有沒有可能怎麼樣的公式 安格爾薩森就有美奧、鳥家跟英國啊 然後如果所謂的不管叫唐人、華人、漢人等等 要怎麼樣這樣講 就是說這些裡面甚至新加坡有沒有納進來 我們是不是有怎麼樣的大家的合作的空間呢 或者是和平相處的空間呢 如果我們再回頭看 19世紀中國已經被西洋人羞辱了百年 你再看一下難道只有中國而已嗎 你看到旁邊的日本、看到旁邊的韓國、看到旁邊的越南 是如何被列強欺負這個樣子嗎 我們難道不是感同身受嗎 我們如果看到現在對於中國人民幣 你不就在雷敦的時候對日本一樣嗎 做法 或者是我們再看一下二次大戰、一次大戰之間 二次大戰 美國一開始是支持日本來對抗俄國、英國、法國的 但是當日本開始強起來的時候 OK 如何打壓他的 然後他被迫要南進去取油鹽 那跟現在中國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坦白講 我覺得台灣是可以扮演一個橋樑的角色 不管是美中 不管是在日本之間 所以今天是跟我們 也算是跟我們中國的內建做一個心戰狀化